在電影套看中 主角們用打沙灘排球來增進默契 在現實生活中的Rimpact軍演上也上演 常連官兵比賽可沒在手軟 趁著靠梗階段PK球技 因為出海演習即將登場 比賽可不只是為了運動娛樂 我認為運動是很重要的 要增加隊伍的能力 我們要建立關係 讓我們知道誰在電話上的反應 我們在那邊跟HMAS系統計劃 會有興趣 去找隊伍 做朋友 所以當我們去做的工作 我們會認識一下 會讓它更容易 紐西蘭補給艦接下來也會跟澳洲一起連續 澳方這次則派出了2020年才服役的 河巴特級驅逐艦 雪梨浩 船手有Mk 45 5寸砲Mk 41 48管 垂直發射系統 另外也搭載方針 禁迫武器系統 但最強烈的還是右銜所搭載的NSM海軍打擊飛彈 能精準打擊水面艦艇 另一頭美軍環泰官方網站也被發現 物質澳洲雪梨艦的型號為D48 應該為DDG 42 現在是二戰乘船的同名輕巡洋艦 不過澳洲這次參與環泰的兵力對比上一屆縮水 將近八成 只派學歷界和一架PVA赴美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就是軍事上的這個準備有所不足 加上澳洲國會改選在即 所以今年在參與2024年的環南軍演 兵力就大幅縮水 專家不認為會影響美澳同盟戰略關係 但戰術協作機會無奈少了一回 TVBS新聞 洪富華就聽聽一下微博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